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有一件事是廣泛遭到傳媒報道 就是交通銀行的香港分行前首席經濟師羅家聰 原來在今年10月被迫辭職 他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提到幾個重點 第一,自從6月反修例運動開展以來 原來交行內部的氣氛都是比較緊張的 而且中國員工和香港員工之間的分歧正在加劇 為了他的被離職埋下了伏線 他引述交行的人跟他說 原來他們覺得由香港人代表中資銀行發言不太適合 這是引述羅家聰所說的在這個訪問當中 第二個重點就是 他經常接受傳媒訪問時 他發表的觀點未必與主旋律一致 受到管理層的不滿 他說有一次在電台節目的時候 說到03年SARS的打擊比示威遊行的影響大 原來這種說法是引迷不滿 而且今時今日連觀點都可能要審查 第三,他有一次跟同事分享一宗新聞 被管理層覺得內容是批評政府 而引來譴責的 即是說他被離職 即是爆了一些內部的消息給我們聽 其實《金融時報》裡還有說到 關於一些本地的金融機構 有些是凍結了再去聘請香港的青年 避免刺激中國的市場 老實說我們關注到一點 到底是否所謂的 留島不留人的策略在香港逐漸實踐 這個就是大家要有危機感 為什麼呢? 這裡有兩件事要跟大家說 第一,每年大陸通過所謂的專財計劃 引入了大量的金融財進 或者是不同的專業界別的專業人士 來到香港就職 大家要記住這班人一做 就是做這個管理層 或者是中高層 起碼 這班人已經是一批人 就是一個數字 另一批人就是一大班大陸學生 本科畢業以後 來到香港讀 讀碩士 讀碩士是全職全職一年制的 讀完之後馬上拿一張砂紙 就可以留港就業了 留港就業 你也知道 滿七年就發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這班人就構成一個超穩定的港漂群組 這叫港漂群組 這是他們的術語 就是在香港漂流 漂就是漂浮 漂 這班人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普遍跟我們本地人接近零交流 他們自己是一班群體 他們自己玩了一份 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跟我們是不同的 他們之間互相溝通 用普通話 他們照看一些大陸的電視節目 他們照看一些大陸的電視節目 尤其是星期六日 可能會去深圳消費等等 這些跟我們是很大的文化上的不同 而且大家可以得知 他們對於香港是接近零歸屬的 過時過節一定就回鄉 就不會留在香港 這就是所謂港漂群組 大家一定要警告到這件事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剛才提到《金融時報》 他向一些本地金融機構說 有些機構就凍結了 聘請香港本地的青年 這件事很嚴重 就打擊和壓縮了香港青年的生存空間 使得本地人逐漸向下流 那些中高層的職位 就被那些專才和港票拿走了 那香港的青年怎麼辦? 他只能做一些很基層的工種 或者在一些大企業裏面 做一些很低檔次的職位 那他至於有沒有向上流動的空間 就一定比延遲更加壓縮 至於這個所謂《流島不留人》的策略 到底是不是在香港實施 大家就拭目以待 我相信是不停地去做這件事 尤其是你看到那個專才和香港就讀的學生 是沒有停過的 這件事 好了,就說說關於區議會的消息 原來在元朗那裡有一件事是引起公憤的 那是甚麼事呢? 那件事是關於用了112萬去搞一堆聖誕和元旦的燈飾 到底這個項目是包括甚麼呢? 原來就是有兩棵大型的聖誕樹 以及三棵圍蘭的燈飾 那些燈飾到底是怎樣呢? 就很肉肉酸酸的 即是長方形的 掛在大廈的外牆、圍蘭等 就寫著Seasons Greetings 然後就有一堆噁心的公仔 再加上寬度佳節四個字 然後下面就寫著元朗區議會贊助 那就是112萬 到底大家覺得是否有這樣的價值呢? 當然是見仁見智 但是來說 是否可以將這112萬 是可以用得更加好 是可以用得在更加有需要的人的地方身上呢? 是吧? 你這樣做這些噁心的東西 老實說我又不覺得 它有多美觀 或者能夠增添到節日的氣氛 老實說不只是元朗區議會有這些噁心的燈飾 其實18區都有這些噁心 包括掛在天橋上高 或者其他地方 實在是太多這些浴宣的東西了 其實這些東西 如果新科議員 下年可以批錢的時候 盡量不要搞這些東西 浪費錢 太浴宣了 噁心不是應該由區議會去搞 因為資源有限 你也是那些設計又浴宣 不如你就交給商業大廈來做 掛到二十多層樓高 那些才是聖誕燈飾 那你整塊就爛鬼肉酸酸 在馬路上有什麼作為 增添到多少節日氣氛成問題 而且根據元朗區議會的文件 它不是只指聖誕元旦的燈飾 還有農曆新年的燈飾 138萬 總共花了250萬 完全是冤枉錢 一個區都250萬 18區是多少錢呢? 其實是我估計 我沒有查過文件 但是反正在不同的區域 以前我們都見過 是有這些類似的燈飾 是真的花得很冤枉的 我建議不要再搞了 在新的一年裡 因為以往區議會搞活動 我以前也提過 永遠都是燒虧吵隨 即是上一年搞什麼 下一年就繼續搞 那就變了因巡苟且 麻煩新科議員 想想一些新的活動出來 能夠吸納到青年群眾 不要永遠搞這些 門面功夫 根本就是在花冤枉錢 另一件事就是 所謂每區一億的撥款 就是那些小白象工程 觀塘區議會 即是德福那位區議員 其實他做得很好 就叫做潘蔭惠珍 潘太 他從1985年開始 就在那裡 就擔任區議員了 可以說就是陪伴住 那個社區一路成長 他就是一個很有心的人 他就在Facebook說到 自從區選結束以後 觀塘音樂噴傳這個議題 又再度被炒熱了 潘太就覺得 到底是將整個計劃完全推翻 還是在原有的計劃之上 作出一些調整呢 根據潘太的理解 如果要殺停工程和取消合約的話 政府就要賠償承建商的一切損失 就會造成一些浪費 潘太就有一些想法 我覺得這些想法 他的建議絕對是值得參考的 而且他說得很好 他怎麼說呢 既然現在這個音樂噴傳已經簽約了 他就說在原有的工程合約之上 是作出一些修改 配合新的計劃 他新的計劃是怎樣呢 就是縮小噴傳的規模 就是縮小它 然後就節省一些開支 作出一些改動 改動什麼呢 保留音樂的部分 但是播什麼呢 就是收集民間創作的音樂 包括《願榮光歸香港》 就是必然的主題音樂 他說到是 在這個音樂噴傳播《願榮光》 我們是不是激死那些人 哈哈哈哈 本來他們想通過這些東西 可能是 但是呢 現在你就把他播放《願榮光》 好了 第二件事 他說在汛傳附近 加建一幅永久的蓮龍牆 就給市民自由發表意見 這是相當好的 不只是黃絲用的 有些人搞錯了蓮龍牆 就只是給黃絲發表意見 其實藍絲也可以用 從來就沒有人限制藍絲 只是在蓮龍牆發表意見 只不過 藍絲永遠就不肯自己花錢 就是印文宣 而且就花錢買膠水 買貼紙 他從來就不會肯花這些錢 他們就知道怎樣 那些不滿的意見 他們就一尾撕撕撕 他們就做這個方法 潘太太說要建蓮龍牆 我覺得非常之好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大家自由發表意見 其實你當它是一個社區的民主牆 連龍牆也沒有問題 只是名稱 只是個名字 既然擁有連龍牆 那藍絲也可以發表意見 不過就不會撕撕撕 那些言論自己去印啦 幾毫其一張 省了一群人 只是孤寒度縮爆 另外,潘太還有一個意見,在公園裡提供一個自由發表意見的角落 就仿如海德公園一樣,極具人民的色彩 接著他就說到,要為這個項目立一塊石碑,客觀地記錄音樂噴泉的故事 以作紀念和警惕後世,真不錯 立個碑告訴你為什麼音樂噴泉的規模縮小了 為什麼會播放這些歌曲呢?為什麼會有一個永久連儂牆呢? 我覺得很好,對不對? 最後,潘太就說,整個項目可以公開徵求命名 以廣修宣傳之效,也是實際上與民同行 這個當然好,就不用自己在這裡生安白做的名字 比如說以前經常在布底旁邊的公民廣場 根本是你自己民間說的,對不對? 現在你們在區議會上掌握了一點點權力 既然可以有一個命名權的時候,你就公開徵求命名 你就叫那裡做公民廣場也可以 那就是一個官方的名字,不再是民間的稱呼 你說多好,對不對? 所以潘太是一個很有心的區議員 雖然他做了三十多年都不覺得他是磨蝕了 或者各樣的區議員是值得當區居民去擁有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